Yeah 情人節到了 我愛神祖彗特要來射金劍咯 我戀愛了 我要好開心 我要帶來遠區的獨家內幕喔 哇 叉叉金片要漲價了 這獨科內幕一定要聽喔 還有 用這個技術分析 可以買到另外一檔 創意 還有情人節告訴你 欸 福利社要用美國CPI來預測 下週台股分萬六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整成的郭忠 欸 Coco 你今天是誰 我今天是丘比特 丘比特 咻 看有沒有色相標股啦 好不好 是的 用這個技術分析 買到另外一檔創意 哪一檔 創意現在最有名了 對啊 難道有創意第二 創意第二 小創意大創意 沒關係 重點是 我們將人家要告訴你 這個技術分析 可以買到下一檔創意 才重點啊 好不好 另外一個 欸 竹科內幕 XXX金片要漲價了 哇 我都想知道 因為知道金片要漲價 買了就對了 好不好 這個台灣CPI破表 福利社用美國CPI預測 下週台股奔萬六 哇 萬六 你這個看起來很像嫦娥啦 好不好 有沒有一點像嫦娥 希望你也奔一下萬六 好不好 好啊 嫦娥 今天要吃到這個東西 來來來看什麼 這個是八方雲集 結果怎麼吃八方雲集 八方雲集暫停版是 你是不是這個原因嗎 所以吃八方雲集嗎 除了暫停版之外 是因為八方雲集要漲價了 我現買又現賺 現在不買還來不及了 欸 漲價漲多少錢 一顆漲0.3到0.5元 0.5元 欸 有賺到欸 平均5% 有賺齁 有賺 啊你買多少個 我買100顆 大賺一波 什麼大賺一波 什麼 0.5再賺50塊 可是我花更多錢 我們花更多錢啊 嗯 怎麼會這樣咧 那還是得吃啦 還是得吃啦 先吃一下好不好 八方雲集我覺得蠻好吃的 對 好吃 我覺得一直跟大家開玩笑 我覺得八方雲集我問看好 為什麼看好 就像麥當勞跟肯德基 我一講就知道 就是你在台南吃麥當勞 你在台北吃麥當勞 那感覺都是一樣的 可是你在台北吃 那個肯德基 跟新北市吃肯德基 可能就不一樣了 怎麼說 因為蘋果你不覺得不一樣嗎 蘋果不太一樣 你吃不出來嗎 我吃不出來 你吃不出來 那我問一下陳彥老師 你不覺得有差嗎 有 有嗎 有嗎 因為我沒有 不是啊 因為我 不是 因為我沒辦法驗證 因為我都只有在台北吃肯德基 可是你不覺得 因為我吃肯德基的比例沒那麼高 對 其實肯德基好跟壞有差 是不是 小韓是不是 沒有 總算有一個承認我講的 好不好 但我沒說過 我要說說 蘋果的控制很重要 就像節目品質 蘋果的控制都很重要 是的 來賓也非常重要 來賓也非常重要 好不好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細節 你每一次吃八八零集 至少你不會覺得走位嘛 是啊 你現在少攤飯就會有啦 你三次吃那個香腸 哇 真好吃 這一次怎麼吃起來不太一樣 少了一位 少了一位好不好 可是我們今天多了三位好不好 三位來賓 第一位 就是我們 江國中 江國中的老師 江江老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買中了 這個我喜歡吃的 你喜歡吃的 對 它這個是招牌口味對不對 但是八萬元集成功在什麼地方 對 它隨季節性會不斷的變化它的口味 會有那個新增的口味 我去年吃到的最厲害的是松露口味 哦 松露的鍋貼 松露鍋貼 到現在為止面臉不啊 哦 好 松露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松露有獨家的味道 有松露味 有松味 有燒味 我覺得那叫燒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感覺怎麼形容啦 好不好 江老师好吃嗎 還不錯齁 很好吃好不好 肚子餓的時候更好吃 對對對 錄影的時候休息的時候對不對 看美女看帥哥 第二位 哇 也是我們Paul等級的 Eason 詹依辰老師你好 對 這個買股票要有創意啊 好 那個我覺得我蠻認同 這個哲哲講的 這個品質管理 我在全世界喝到的可口可樂 欸 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 可口可樂為什麼會成功 不只他的品管做得好 他的大猿人巴菲特 每天在喝 哦 每天在喝 在螢光幕之前就要喝 八方雲己現在吃了 我也是身為這個八方雲己的股票分析師 我也是 我以為代言人 你要吃一下 你要吃一下 對啊 好 今天Eason老師就要來告訴 我比較喜歡辣味的 你比較喜歡辣味的喔 他比較喜歡辣一點的 他喜歡辣的 韓式辣味 他喜歡辣的 啊可可有辣嗎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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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遲疑 只是一下齁 那一秒幫我剪掉 真的嗎 那一秒剪掉 對 就沒遲疑了 剪掉剪掉 好不好 第三位 我常常被人家剪掉剪掉的 來來 晚上不要被剪掉 謝承諺教授 白天被剪沒關係 晚上不要被剪掉就好了 白天被剪晚上還有力嗎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醬料一定要全上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其實我最怕擠這個時候 噴出來噴到臉上 因為到時候要擦很多衛生液 你為什麼形容食物都可以這麼 猥瑣啊 不是啊 真的 你沒有發現有時候在擠的時候 他會亂噴啊 不是 我說你為什麼舉例食物 都這麼猥瑣欲為 噴到臉上就很麻煩 噴到別人臉上就比較沒關係啊 可是我跟你講 爸爸雲集我覺得好吃 他不用加醬料 我到一個年紀 我到一個年紀 我反而不喜歡加醬料 OK OK 但是加一點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喜歡亂噴嘛 對對對 噴對位置 噴對位置好不好 那我跟你講 我忘記跟大家講的 來來 江堅老師的line在這邊 掃一下掃一下 想要是WIN 5888 58899 以這個為主啦好不好 那個 Eason老師也是一樣好不好 這個一樣 M168 168 來掃一下掃一下好不好 我記起來好不好 定格也可以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個答員 來 對 還沒下個答員 對不起喔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通膨風暴躲不掉 台灣醫院通膨風力 深破3% 這裡就是為什麼你要買八方雲集的關係 對 沒錯 因為他漲價了 你看CPI一路年增 一直到現在3.04了 還有核心CPI是扣除食物跟能源 也是在递增了2.98 所以知道為什麼要買八方雲集了吧 沒浪費錢了吧 所以你可能沒展價之前 可是我告訴你 你這個不是聰明的做法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投資專家 哲哲也是財經主持人 我叫大家怎麼樣看通膨 你吃100顆你賺50元 我告訴你是要選對股票 我們看看八方雲集 我們看八方雲集的走勢圖 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股價也會看通膨 股價看通膨 所以你也買這個 所以為什麼要展價 那我應該買股票 不要買水 是 所以要問這些 是才對嘛 你要有個新的觀念 你知道嗎 錢不要說傻傻的被人家賺 知道嗎 就是這樣看通膨 你要我要我去存美元定存 可是你存2% 結果他們算 他們賺其他人的5% 賺這個價差 你看那些動輒都怎麼樣 幾百億幾千億在賺 所以你要賺 真的要賺 不要賺小錢 賺大錢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江江老師 你好 我的翅膀是有點推到了 江老師我今天穿這個 就是為了你而來 好的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要變魔術 變魔術 怎麼變呢 變出另外一檔創意 OK 好 這個昨天晚上熬夜 熬夜 熬夜 差一點通宵 學通宵 學這個褶褶 好好好 老師不是吧 你是因為你是去苗栗一趟 你苗栗人去苗栗通宵吧 通宵 對 通宵有好多好吃的 好吃的 老師看我現在接什麼哏 老師都可以接起來 有默契的 好 今天跟各位講 分享我們的慣用的MACP 來想辦法去嘗試 去找找看有沒有幫大家抓到 第二檔的創意 小創意的 另外昨天晚上熱騰騰的訊息 有漲價的訊息 待會跟各位說分享 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主軸 下一張 好 來 OK 下禮拜有個重頭戲對不對 其實台灣投資的很辛苦 很辛苦 剛剛要懂台灣CPI啦 對 然後 有些人傻傻的去買八萬雲騎水餃 然後美國動不動的給你 等一下怎麼樣 所以我們永遠要follow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下週二美國CPI 我們來做個大家做個上盤推演 你知道嗎 現在美國的執政者 面臨什麼樣的壓力嗎 是不是財政赤字很高 然後升息之後是不是 利息費用很高 然後明年是不是要選舉 所以他在這個三大壓力之下 他會一直 他其實最近一直在逼迫什麼 FED要趕快的停止升息 要降息 可是FED他有一個 這個目前的最大的抵抗政府的力量 就是通膨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通膨 下個禮拜我認為真的很重要 因為假設通膨 比方說現在市場上預期是 大概是6.2左右 我們看這邊 我們看預期 大概6.2左右 市場預期6.2 對 好 然後克里芙蘭預設大概6.4 上月6.5 對對對 然後克里芙蘭的聯準會是預告 預期是6.4 那目前看著平均的數字 大概是6.2比較多 對 好 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說 我們看左邊的 說目前我們看說 有機會低於6.2的原因 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你看 他的CPI的成分是什麼 包含了這個房子 房子 租屋 房屋 站快四成 對 這站快四成 然後呢 他的站快四成的情況之下 他變動率是往下掉的 是 到了0.09 我們看底下 這三個月平均 對 這個月平均 就是他的權重比較高的是往下跌的 是 來看這個下方 權重比較低的 你看能源佔比大概6到8% 他是往上大概月變動 大概1.94 好 我們看右上角 好 老師不好意思 我剛才講錯話 我要更正一下 來來 往左一點點 是12月平均 我們放大一點 跟醫院平均 因為現在公布醫院嘛 對 下禮拜公布醫院 所以是往下的 稍微往下的 但是他的權重比較高 是 好不好 好 再來 是12月跟醫院 來 來看一下 然後呢 幾乎沒有變 對 這個食品飲料的部分 大概是占權重 大概13到15% 這個是月變動 也幾乎都沒有什麼變動 是 所以目前是預估是6.2 我們看右下角 好了 那這個6.2 比他高 比他低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而且我認為這是長期性的影響 比方說 假設他能夠在6.2 甚至6.2以下 甚至跌破眼鏡到6.0以下 變成說 因為你現在即使CPI 稍微降到6 甚至6以下 下一次3月份 他要再升息一買 應該是不會做變動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再低於6 甚至6.0以下 3月升息一次以後 以後就不會再升了 就已經篤定了 所以甚至今年的第四季 的尾聲的時候 就有可能變成FED就轉向了 因為政府的壓力 我剛講的有沒有 財政壓力 利息費用很高 選舉壓力就會逼迫 FED 在今年的年底 就有機會由升轉降 這個對股市是一個 很大的利多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的數字 高於6.2以上呢 他不只是3月份 還要再升息一買之後 他每比5月份 就變數就會提高對不對 還有可能升息 對 然後呢 重點是什麼 年底前不會降息啊 就是會變成堅持去走FED的路對不對 他叫做對權的股市就是 不好的這個現象 所以這個數字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你覺得哪個比較有可能 還是就是按表超課 以我目前的猜測是 6.2 6.0的機會 會比較高一些 我會希望這樣子 欸 那你就有機會公16000囉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機會是蠻大的 好 那第6就是16500 那更好囉 好不好 Bingo 犯煙炮 犯鞭炮 我們再到時候播重播好不好 對 對 其實內心深處是希望這個啦 16000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16403一定會來嘛 希望他早一點來 完成這個目標好不好 對 老師你之前講過16000多 對 那個州的缺口 16403 16403 對 我是認為時間 在今年4月之前都一定會來 好 好 時間鍵都會來嗎 我也覺得遲早的事情 是 好吧 因為你等一下有秘密跟我們講 園區秘密告訴你對不對 好 景氣好像沒有那麼差喔 來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個 好 OK 就這個啦 秘密啦 昨天晚上跟各位講的是說 昨天晚上有 是甚麼園區啊 我最近有去公逛欸 我有去那個自來水園區欸 園區 我最近也有去3D的園區 3D的自來那個很大部分 感覺進去感覺就像園區 差點迷路 對啊 好 是啦 新竹園區啊 對 是很多園區 好 我就說 是KK園區喔 KK園區喔 KK園區喔 它很冷啊 就是填補在那個啦 我想要有一點存在感 我想要有一點存在感 冬天快要過了 春天快要來了 快要春暖花開了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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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好 那園區的需求 蔡依林好朋友 久冷啦 久冷的 好 我更冷啦 來 OK 我們昨天晚上 我園區的朋友採購跟我說 講秘密了啦 重點 確實是有很多大廠 國際新的大廠 IC廠做漲價 我們看這個 我新聞好像也沒看到耶 對 這個是我們的內幕啦 你要對它好一點 你知道嗎 福利社的福粉 獨享的 就是Microchip是維新 台灣是翻維新的 其實這是美國微電子公司 在美國是叫做 美國微電子公司 3月1號全面漲價5到10% 然後這個瑞莎班導體 是1月1號已經漲過了 10到15到20% 它的幅度是滿大的 這個它的量是很大 暗生美食國際器的大廠 它其實產能有做 轉變代表都會講 部分調長到5到25% 最多有到25% 就是幅度是滿驚人的 那音飛鈴的部分 在這個中低階 MOS的部分 預計漲價到5到10% 我們看這個晶片 晶片泛值很多啦 你看 所謂一般講的這個IC晶片 包含有控制晶片 邏輯晶片 數位晶片 GEP晶片 還有消費性的MCU 還有這個感測 影像感測晶片等等 所以目前我們無法問到說 細節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會漲得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整體性而言 它是一個漲價 我們看右邊 好 那這個也有展覽比較多 你丟問題給我們 還是我們回答一下 重點是 你這個漲價對台灣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我們去年不是台灣景氣不好嗎 然後呢 我們的國際性的 國際性的大廠 它是具有領導的地位對不對 它在 比方說消費性不好的時候呢 它會把消費性的產能 把它縮減 把它的產能移轉到 比方說公控啊 比方說這個側用對不對 比較高階 高毛利的產品去對不對 好了 那現在景氣 我們講去年是從 這個微幅衰退 景氣趨緩 然後甚至衰退之後 今年不是先復甦嗎 是 復甦今年是景氣 目前看起來是復甦跟擴張的一年 好 在景氣復甦 可能說還沒看到這種現象 可是到今年下半年 第三季開始 當景氣進入回升的時候呢 是不是消費性IC會起來 去年不好的是不是會起來 可是訂單起來的時候 糟糕了 所以這國際大廠 它把去年的不好的 低毛利率的產能 移轉到高毛利的地方去的時候 那比方說消費性IC 今年景氣起來的時候 就缺貨了 沒有 它已經沒有產能幫他們生產了 所以會有缺貨會轉單 那等於2020年的事情再發生一次啊 轉單會轉到台灣 所以我認為目前的這個 問了這個實際的這個情創 園區大概講說 今年第三季 第二季交接 第二三季交接就會起來 營收獲率就會起來 然後第四季可能有些缺貨 對 然後就會 漲價的速度就會變快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股價都現在開始反映啊 三到六個月前反映 因為採購我如果知道 我聽了 我聽了現在老師跟你講這句話 我馬上先買股票啊 然後我們講 美國不是講那個price in嗎 就是說 股價在反映 美國股市最近 為什麼漲這麼兇 就是說它從過年期間就開始漲 它在反映什麼 反映FED今年會再升息 一次或兩次之後 不會再升息 甚至會降息 甚至明年要降息 現在已經開始在預期這種心態 我們講的price in 就是股價提早的反映 提早反映 因為你如果你想看 怎麼升息了 對資金來講不是緊縮嗎 為什麼因為漲過去的一個漲價 所以這個很重要 漲未來漲價 所以這些 那個瑞薩對不對 這個就是車用的晶片嘛 對 所以 往左邊看 所以這些晶片通常來講的話 應該都 我們分达 我們都認為會雨露均渣 雨露均渣 所以哪一漲不重要 你應該反而看哪一種 你的股價在低檔 怎麼會噴出去 好我們那個 江老師有那個美女要 天使要回答 天使來了 對 老師那最近那個 ChapGPT的熱潮 有沒有可能帶動晶片的需求 它已經正在帶動了 已經喔 反映了 對啊 族群性有擴散的效應 有擴散的效應 老師慢慢來跟老師講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然後跟會講一件 德國股市也有擴散到台灣股市 都有擴散 我認為是可以值得來超級比一比的 好 下比 你看喔 你看這個 我們先不看這現在的位置 你看這個8523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8523 你是說月線是不是 對月K線 這是德國的8523 好這是我們的18 德國 18619 那這邊是德國的歷史高點 好喔 我們看18619之前是不是跟德國股市一模一樣 對吧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其實也是一模一樣 對 可是最近兩個月脫鉤了 有沒有 就是說 以我長期觀察 全世界的國際股市 K線形態跟台北股市 最符合就是它的正相關最高的是德國股市 好 它現在已經從低點起來 而且點位也很像 已經逼近快歷史新高了 是 台北股市還差一截 昨天日線直接率先突破新高 下午看的時候漲1.3% 對 所以我們看光這個補漲 光跟上德國股市的腳步 台北股市就還有一兩千點的空間 所以剛剛 還有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第三季確認景氣要從 復甦進度擴張所謂的回升階段 所以我認為股價 目前台北股市超級被低估 超級被低估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加權指數跟德國指數 老師覺得被低估了 所以老師我們要低估一下 碎碎唸一下 告訴你這個重點很重要 好不好 對 你看這個空間不是很大嗎 是 跟德國的位階來比 落後了 之前真的蠻像的 現在不像 所以加油 好不好 乾杯電捏 台灣加權指數 我們看一下看 OK 大盤怎麼看 大盤 跌12點 跌12點就是 可是周線是 周線是漲的啊 好不好 還是很強 對 區間橫盤震盪 好 是我想問你這樣 而且周線你之前講過 好像 然後議長老師也跟你講一樣話 就一站 這邊有個缺口 16403 16403 對 那你覺得下週呢 周線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下週就看CPI了 CPI他會訊息公佈之後市場的反應 那我就希望說不要說 比方說 跟我們預期的6.2以下 甚至逼近6的情況之下 是股市会正面反应 反应之后不要出现背离的黑K 当天不要出现黑K 如果当天不出现黑K 那台北股市继续上攻的机会就很大了 好 只要不出现黑K 台湾股市继续上涨机会就很大了 对 因为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涨五周 对 涨五周修正过后 目前也是连续五跟红 怎么办 所以CPI很重要啦 对 所以我那个我就 特别是CPI公布之后 股市的反应一定要成为红K 红K 不要出现太大的黑K 否则的话会陷入整理 变成说 涨完之后涨太多 连续涨五周之后 回档再攻 其实也是OK 之前美国股市12月份就这样子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CPI讯息好或不好很重要 可是隔天台湾股市 礼拜三股市的表现最重要 是 好不好 一神老师感觉你也想讲一下大盘 大盘怎么看 会不会回档 回测 还是觉得 闭人机做多 嗯 那本周的周线虽然是下跌 但是跟刚刚这个哲哲讲的一样 哦 周线下跌 哦 对不起了 我搞错了 对 但是是收红K的 哦 跌16点啦 对 但我们过去讲的 这个连续收红K啦 是会好事成双啦 这个现在二月嘛 所以下礼拜的利多也有机会是两个嘛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诶 这个CPI 还有这个巴菲特会不会公布嘛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是一个转捩点 也是这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利多啊 如果再发酵的话 这边就是上康万六啊 好 礼拜五差一点点好不好 这边跌16点 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个 所以你觉得算是 可是是红K 是红K 可能下跌 那你觉得手势很强 所以在震荡区间整理平台 这礼拜就这样子 对对 注意一下老师讲的重点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 善惠指数怎么看 今天比较黑K 比较明显 对 那涨这么多的情况下 回档其实连0.382都没有 所以是非常强势的整理 环境切割嘛 0.382 对对对 没有涨的幅度这么多 还没有回档到0.382 还没有回档到 而且你看从底部起来没有 的38% 它的震的斜率的抖度是很高的 是 比如说看趋势是涨的情况之下 趁跌买 你看一样是看涨 你看涨我看涨 那一个人是趁拉回买 一个人是等了涨才追 当然是趁拉回买的人比较聪明 所以我们看涨买跌 会是未来操作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 这个操作的手法 看涨买跌 好不好 是很重要看涨买跌 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 小买小卖 一间自己卖比较多 对 应该是没什么变动 可能台门也在等待 等 CPI 对 然后等13F报告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等会讲一下 所以现在来到重点 今天我想要听重点比较重要 是创意 好 老师 因为现在创意 一诚老师有讲到 现在创意很红 可是现在散户 我听说PTE最热门是 我怎么买到下一档创意 教一下好不好 想尽办法 用尽吃奶的力量 吃奶的力量 OK好 我们看去细旧的创意过去的涨声 它是怎么样的涨法说 你看 我们是不是我跟各位分享过的 这个技术里面的一些技巧 走势过程当中 高点突破前高 然后拉回来底部 低点没有跌破前低 是不是符合 偷偷高底底高的多头的正向循环 所以每次股价有过前高 拉回来侧均线没有破前低 然后重点是什么 MACD翻红的这个刹那 他就是买一点 头头高底底高 确定它是多头趋势 确定之后你要怎么做买点 翻红的时候买 你可以买到整理之后的起场点 对不对 就说用这样子的模式 昨天晚上我把所有股票 给他乱过一遍 他现在有两档 蛮符合的 老师再教一次 老师你讲太快了 哇这个独家秘诀 轻轻带过 这样我不能放过您 OK 老师再讲一次 好再一次 怎么买创意这种股票 创意没有涨之前 高点 一个高点比之前的一个高点高 太高 头头高 头头是到头头高 好 拉回来的低点没有破前低 底部越垫越高 叫底底高 底部越垫越高 你看这个底部 有没有比这个底部高 有 OK好 比如说 这个高点 有没有比这个高点高 就是头头高 底底高 是确认多头趋势没有改变 确认 先确认 可是要买呢 对 确认多头趋势没改变 什么切入 MACD柱状体翻红那个刹那 快速线翻红那个刹那 就是买点 MACD柱状体由绿翻红 买点 这个由负翻多 买点 所以这边是确定多头趋势 切入还是要靠MACD 我学会了 谢老师 好 用这样的模式呢 我给各位找出两档股票 看能不能做这个复制 你看这个 华星光这个高点是不是突破前高 是 头头高对不对 拉回来低点 是不是守住了前低 没有破 是 头头高 底底高 确认仍然是多头的背景之下 MACD是不是要翻红 是 是目前翻红了 对不对 OK 翻红之后呢 三角收敛 今天有稍微尝试去做突破 另外来看它的基本面的转机 缺到问题已经解决之后呢 一月不是工作天数少吗 一月营收年增高达236% 另外一个是说 它的5G建置进度高峰曲 由100G提升到400G之后呢 它产品现在持续放量 好我们看哦 它去年上半年是亏损的 去年一整年大概可以赚2.65元 就是由亏转盈 去年由亏转盈 那今年预估有机会 EPS由2.65提升到5块钱 好 那假设今年EPS法预估的正确的情况之下 就是本益比目前只有10倍 如果本益比10倍往15倍去做推升 是不是在多头下半年 我们讲景气会由复苏变成扩张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机会往15倍那边做推进 那股价就可以期待75啦 哇塞 然后呢 头头高低低高 是不是一个MACD翻红 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复制创业的模式 这是第一档华信官各位做分享 头头高低低高 MACD翻红 头部两个一样 在两个圈圈嘛 对不对 然后MACD翻红 来看一下有没有翻红 我们看一下老师有没有看错 没有看错 视力很好 这个头头高低低高 翻红 另外一个创业嘛 是 感觉你同时你学会了也可以自己找另外一档创业 好不好 就怕你没有创业 就怕你没有想象力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华信官 而且在搭配基本面15倍本益比 是 如果市场运用15倍本益比 老师说就有机会达到75元 好 这不是所谓的目标价 可是如果15倍本益比 那就75嘛 很简单的数学嘛 对不对 好 好的 第二档我认为这个主力 在里面作价的影子还蛮深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的 你看之前的走势 高点都比前高高 头头高一直高一直高 拉回来低点 拉回来低点 这边守住这边了 然后重点是什么 你看这边 整理的 这是去年8月建高点 8 9 10 11 12 6个月 6个月的修正 主力竟然这么低了这么大 想办法让它没有跌破前低 如果跌破前低 那边偷偷低低了 差一点 它的多头趋势就有打个问号 对不对 差一点 好得再对不对 好 高点突破前高 低点守住前低 目前MACD 他红了 近期 过去6个月来 首度站上月季线 月季线 黄金交叉 是不是在技术里面 找不到空讯 而且是空投结束的 修正波的起涨 这个是黄金交叉 他只三个 花心官良好而已 他三好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基本面 有一个蛮大的hint 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说 全球电子质的龙头市场率 已经占过9成了 竟然这超过9成 美银证券有把它调高 它的目标价 今年EPS挑战10块钱 做点什么 2023年EPS是10块钱 2024年EPS预估是13.46 成长率高达三成以上 所以我们认为这档也是蛮有机会的 可以值得各位做追踪 同学们我们再教大家一次 我们再重复一次 头头高 头头四道头高 头部越电越高 底底高 至少这边没有破底 好不好 确认他还是左头 确认还是左头 所以头头高底底高 然后这是两个 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MACD 柱转底开始翻红的 二号 华新光跟那个 元泰都有 是 第三号 刚好均线 环金交叉 月季线环金交叉 月季线环金交叉 月线在这边 月线在这边 比较贴近的月线 对 季线在这边 月季线环金交叉 所以两号再加一号 是 三号 三号 好不好 四号就不好 台语听起来很难听 三号应该一公道 老师我想问一下 三号一公道 元泰 不知道老师有看过以前那个广告 没看过就算了 元泰跟那个华新光三号一公道 讲个公道话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老婆在 哇 卷卷 没关系老师 有没有跟我们讲一样 两个都喜欢 两个都喜欢 傻瓜才做选择 资金分两笔 两个都买 那就跟陈彦老师一样啦 陈彦老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星光大道 走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因为你看他整个线形的结构 非常的好啊 像刚才LUNA不是有讲那个 这LUNA勒 对不起 所以这位是 天使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得罪Coco你就没有Coco 没有通告被淋 就是这个星光大道整个线形 其实蛮漂亮 我真的蛮喜欢的 好 希望你希望你 好不好 这跟老师讲 所以这个星光大道不错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那个 没有 要叫什么 要叫什么 我会不会讲错名字 你看我都很怕讲错名字 Coco啦 Coco啦 我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我这样一讲他是不是会马上说你既然给我叫错 然后什么他是不是每天都惦记着我这件事情 对啊 是不是 你又反向行销 对啊 你又讲错 这叫饥渴室行销售好不好 饥渴室是什么东西 饥渴室是什么 饥渴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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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 为什么讲成饥渴 对不起 因为你本来就很饥渴 对啊 好不好 老师好 那个 饥渴行销 Coco不要在乎啦 好不好 我大人不计小五国 对对 那过去 那过去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下个单元 来 饥渴我最贴 有党股票 饥渴跟聚合 玉龙 820级老师 请问一下 贡献过 周老师 好我今天带来 饥渴跟聚合 这个 约翠型 基本面的解析 我先来看这个 8代号是822的 饥渴 那饥渴是 全球边境解封嘛 然后呢 整个航空公司 开始去积极的向民航机 进购这个新机了 所以它是直接的受惠者 然后你看这个保益 它去年的 前年2021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全球都无法做旅游啦 然后呢 都无法这个飞机起飞的情况之下呢 前年是 EPS付1.5元 那去年上半年 还是付0.11跟0.08元 可是去年的Q3 已经正式由亏转盈 EPS是0.39 今年不是我们过年 有长假吗 放强加的关系 今年1月的营收 还年增了25.74% 所以目前看起来 缺工问题完全获得解决 技术面是3个月 3个月的三角收敛 今天正式突破第一天 就是永远买起涨 买整理后的起涨 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就是第一档 8222的保一 保一哦 对我们另外来看第二岛 我带来的是6509的聚合 我们拉近一点点 K线太少了 对那个这个聚合 那今天也是表现 偷偷高低低高 反部的往上做攻坚 那聚合旗下最厉害的产品是什么 是所谓的电镀添加剂 还有这个离电池的这个电解液 还有添加剂等等 另外呢 它旗下还有这个主要的特用的化学 也就是说 它包含了整个产品线 包含了电动车 跟生计的题材 目前看起来 每年的EPS都应该都有4块钱左右 那股价目前47块钱来看的话 本益比例如说12倍 目前看起来是应该是长线满低估的 重点是它技术形态 投资派我把它 其实搞不好收小 过去8个月的 我们讲月台的平台的理论 对不对 今天做突破了 今天突破第一天 昨天突破今天去创高 在8个月大底成型之下 我们认为后市大涨小回机会 蛮高的给各位做参考 好大涨小回机率蛮高的 这是月台议论 刚好这个要突破 哪个都突破 然后要突破这区间平台 好不好 现在这个不错 好不好注意一下 如果有时候量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注意一下 不过这个量现在有出来 刚好 增量要进场这股票 趁增量的时候进场 好不好 好老师 这老师这些股票都不错 第二个被你羽毛遮住的 羽龙 羽龙 你看起来也是羽毛 羽龙啊 没有啦 羽龙跟八番 云琪 益森老师 好2201 你说你说 对羽龙 我们来看一下羽龙 其实在今天来讲话 在尾盘还要往上拉 那羽龙来讲话 其实在今年的第四季 有机会就量产 然后交车 他这个所谓的 我们台湾自主品牌 开发出来的纯电动车 在第四季就有机会 来做这个量产交车了 所以大家期望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羽龙来讲 我们把这个 这个K线再拉长一点的话 他在去年 一次性的这个认列了 他这个防疫 这个保单的亏损 所以这个低点过后 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说 他财报其实并不好 但是现在的股价 都是谷底回升 现在羽龙或者说 MIH集团 羽龙跟鸿海合作 结果现在按照股价来看的话 受惠最大的不是鸿海 反而是羽龙 羽龙现在股价 激起之最 会不会追过鸿海 所以最大的受惠者 会不会说 这个主要是品牌方 所以做品牌的 做这个电动车 我认为 下半年都可以期待 那羽龙也有所谓 这个新电 羽龙城的这个什么 这个相关的题材 所以我认为下周都还有机会 在非电股的族群啊 由这个电动车 这个领军 或者说由这个 号称这个台湾的特斯拉领军啊 羽龙可以来 持续做留意 好 希望大家羽龙城赶快 看有没有利多持续发酵啊 羽龙看起来不错 整理 OK N字形 上转呢 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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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让大家强调这个 羽龙这个股价 六个 老师 听说你是代言人喔 八方元 我们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那个福利社都没有接业配啊 因为有些节目都会接业配 我们都是纯正 公平公开公正 食物好不好吃就好吃 股票会不会飙就会飙 我们都讲在 都是讲在实在公正化 好不好 老师 毅长是开玩笑的 不过八方元吉帮我们来讲一下 他的好话 来 好八方元吉对 趁这个涨价钱 先吃一下 所以下周开始 什么时候涨价 下礼拜 下礼拜开始调涨了 0.3到0.5元每一颗 对 所以现在这个是台湾 目前来讲话 零售的这个价格 或者食物价格都在调涨 这个算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趋势 这个八方元吉在涨 你其他的便当店 或说其他小食摊也是在涨 所以 比较不能取代说 你这个不买八方元吉 你可以去买其他的 所以 现在这个是转价的受惠股 虽然是通膨的实在 但是这些 比较必需品的 食品上面的 他可能能够转价 其实股价在今天反而是 往上涨停板的 240元 我们把股价拉到最小好了 他目前上市以来的最高价 是在他 初期的时候的 250元 所以 接下来讲话 下礼拜先看一下 能不能挑战这个250元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 关卡的一些压力 但是突破之后 有机会就有一些价差空间 所以 这两档都是所谓的 非电子股 那我认为 在下礼拜 相对来讲话 有一些利多发酵 或者说电子 非电 族群一起涨 或者说轮流涨的时候 刚刚讲的育龙 或者说这个八方元吉 食品股的话 内需股 都可以来多留意 食品股内需股 都来留意 就我们刚才讲的 看通膨的 最好的方式 不是要多吃点水饺 给我买一颗 百颗水饺 我气到现在 好啦 吃不完怎么办 没关系啦 还是在继的分完 明月在吃 明月在吃 好好念念不错 念Jason 跟我们一样 第二个 文帽跟宜特 陈昀老师你好 好 那文帽部分呢 那个请导播先下面 帮我切那个 那个 那个 大额交易人 好不好 就大股东的 这个 持股的状态 100张以上可以吗 40 400张 400张好 然后我们稍微缩小一点 就是400张的人数来 有430张以上的人数 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有 也有发现 其实就整体趋势来看 进入今年 他的 大股东是 有在 稳定的增加 明显增加很多啊 我们再拉远一点 保险看一下 远一点 用远一点 我看这以前比较 已经回档到之前的高点了 这边 有差不多啦 所以这个大股东 200块啦 当然因为他 这个 9号法说 大家会觉得说很多 负面的讯息 比如说去年整个营收掉了 三成 而且我看他产能量力很惨啊 也只有三成 就这些讯息 其实都 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在看整个 我觉得我们在看法说的时候 不要一直去看他 他之前 如何 对 就像不要看陈业老师 以前很 风 很风 我一直都是非常稳定 而且 专一的 像比如说 像刚才Luna 对不对 对不起 其实我跟 第二次就不好笑了 你不要用第二次的梗 来表示 第一次 不小心说错话 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这样 我故意 第二次 对不对 因为我心里在生气 他竟然把他爱神的剑 射向别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件事情是 不可以发生的 不允许 好我们专业性多一点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下面就帮我换回这个 成交量 那特别注意这个坏消息 出来之后 大家当然看坏 可是有没有发现开高走低 红K棒而且出量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就是 从法说会的内容里面 我很快的做了结论 第一个 第一季是谷底 他认为第二季会逐迹向上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在5G也好 WiFi6也好 包括 这个太空题材也好 车用也好 其实这些的 产品需求 都在稳定持续发酵当中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开地走高的 红K棒又出大量 会不会就是近期来的一个低点 这是 烂 昨天法说很烂 还可以开地走高 对啊 你要嘛你就直接出量 黑K直接打下去 那刚才我一开始先用了 大股东其实要告诉大家 他应该落跑 他为什么要买 我想法说的内容 他们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就跟江江老师一样 他都跑去新竹的夜店 台积店在晚上就要夜店 没事 好 因为我 我跟你讲 江老师你知道他点你吗 因为刚才爱神设向你 他不开心啊 是 是 那这个宜特呢 现行当然相对比较好 那整个获利也相当稳定 如果按照过去一年的 这个获利来看 实际上他的本益比 其实相当低 下面帮我切换一下 这个外资的一个筹码 他是一个近期来看外资稳定 增加当中 而且三绿三升 毛利率 营业利率 还有包括 获利率都在上升的一档股票 他做这个 电子高阶检测嘛 那包括这个 面板啊 晶片检测服务 其实这个产业是一个稳定的产业 比较不受到景气的影响 所以如果就 稳定趋势性 整个 刚才江老师也讲到嘛 你很多的晶片 他开始要涨价了 未来需求开始增温的话 不但不受景气影响 未来景气上来 应该他会受惠更多 会受惠更多 好不好 这跟伊特 这不错 好不好 这这些股票 谢老师告诉我 跟伊特好多红K 所以我这些股票 我觉得都是一时之旋 谢老师 我们的分析师 来宾都好专业 我们来看看下个阶段 来 股市甜甜圈 焦点股帮你圈 来来来 艾神 邱比特你好 来 老师你好 股神来了 股神 股神来了 股神巴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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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就只巴菲特 就我这边嘛 对对对 所以 对 你这边好 没问题 股神巴菲特 再买台积电 这一波要跟外资 跟投信 赚翻天吗 下礼拜一定是头条 是 下礼拜一定是头条 头条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13F报告 下礼拜公告 有或没有都是头条 你讲的没错 有或没有都是头条 对 应该是不会减实啦 我也觉得不会 不会减实啦 先来看外资的动向 巴菲特也是外资 MSCI今天这个公布权重了 好公布出来 两个持平一个调升 那所谓调升 在这个部分 MSCI亚洲除了 日本之外的这个指数来讲 调升了0.03% 所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还是不变的 这个过去来讲都慢慢的往上调升 这两个虽然持平啦 上次这个全球指数 其实是有调升的 但是这两次 应该说这一次 这两者是来做持平的 但是这个倒还是 有让这个热钱效应 再逐渐增温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外资热钱不断的从这个美元市场 来到台湾 来到台股 就是要换成台币 所以台币才这么强嘛 台币要再回流到这个 所谓的台股上面 股价就会涨嘛 指数就会涨 老师 我认为是外资的这个效应 我再稍微查一下 我再插话 我印象中 很少 完全没降的 每次要不要两升一降啊 对 一降两升啊 是不是 这次 就升 然后 维持维持 持平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利多耶 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台股这个很抗跌 外资就不走啊 以前都 以前降很正常 对 美股前一天都大拉回 这个礼拜四来讲 这个非半跌2% 台股跌不到20点 我还记得以前说酸降牛 酸降牛肉 因为两个都降 然后还牛市 酸降牛 我还记得下这个标题 这个 报纸来下这个标题 我就象征好 所以你看都没有降啊 对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不用担心 外资根本不会走啊 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独家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新增的成分股其实都 都有一些表现啊 比如说 东哥游挺 你看八番一级啦 东哥游挺为什么过去这么强 八番一级今天这么强 对不对 或者说很多 比如说再生能有我们讲过嘛 高利啊 M31昨天这个 这个大飙涨嘛 所以这些啊都是 后续可以做留意的 新增的10党的 小型的 被纳入到小型指数的一个部分 是 好 这边纳入 纳入 MSCI全球小型指数 没有那个 MMSCI全球标准指数 来的威力大 可是小型指数也会涨 对也会涨 小型股的话也会涨 也会涨 好不好 威力没那么大 可是有时候也会涨 市场里面 选出到时候选出 强势股 我们再跟 这跟老师 我们再分享一下 好不好 所以这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今天重要的议题 好不好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真的是看起来很漂亮 要介绍我 对不对 不是 介绍我穿的衣服很有创意 对我敢发誓 这个 买贵退差价 买贵退 不是啦 创意 10月14号 对手帮我见证 我敢发誓 天天最便宜 没有没有天天最贵 全部的浮粉帮我们见证一下 对见证见证 10月14号去年 10月14号 对 创意连跌三根跌年版 再跌的时候我去来 在 节目上分享 有有有有 我帮你发誓 好不好 帮我发誓 发誓有两种 我敢发誓 买贵退差价 我敢发誓 天天更便宜 不是喔 那时候天天更便宜 现在天天最贵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VCR 对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可能短均线 你突破短均线 短均线转强的话是有机会来做这个 这个买超动作 然后呢 碰到 哎呀 老师我们来看这边 真的有讲 有讲有讲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所以大家 怎么样 创意的买法 像老师有见证 然后今天老师有告诉你 怎么切入 你看 对 你看 当时433 我们来看一下XQ 当时433 在这边 在这边 好我讲了 突破 可以进去买 这边有没有突破 433以上 433以下 买到也赚到 433以下 到这个礼拜 988涨超过一倍 128% 所以我们低档的时候 也不是乱买 我当时有讲了 跌到跟台积电差不多股价 原本是一个IP股 台积电是晶元 晶元代工嘛 两个本一笔本来就不一样了 那创意也是好股票 有赚钱 有获利 对 但当时来讲的话 有一些利空 但是这个利空如果没有成气候的话 股价还是会回到正常的这个 这个习惯嘛 当时4月的时候 台股跌一片 电子股跌一片 但是 跟台积电一样同集团的 股价却一样 股价差不多一个360几一个380几 不合理 还说 被中国 抵制啊 中国经济店被抵制啊 哇 那个 这个会不会 创意会不会流失订单 结果股价反而是买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用什么 这个所谓的基本面 筹码面 或说我跟外资的这个 法人圈的消息 告诉你说 回升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切入 因为这个 来讲好股票 他本一表又回升嘛 冲一辈啊 现在 每个人都在谈论了 大多人在谈论 可是我们的老师都是真材实料 老师有讲 坚定老师 也提早 也可以告诉你 怎么切入 创意第二 创意第二 好不好 这跟大家 所以希望这些股票都一样 标 大家都有福 好专业 都有福气 不管是福利社 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最新营收出来了 这个数字比我想象中好 2000亿元 越增喔 比色越好喔 年增 更重要的是我算一下 这边 达成率 这边比较重要 第一季营收啊 这个财测 上一次财测 法 这法作会上面有讲 5126亿到 5372亿 中位数就是 5249亿 这是2000亿 达成率多少 38.1% 除以3嘛 大概 现在已经超过了 进度 因为33%等于进度嘛 超标 超标6%很多 老师 我觉得为什么台积电 今天反而在创一个 小的拨论性高 突破543嘛 今天股价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这个江波图 对 台积电比台股 今天546啊 对不对 那钱高在那边嘛 对 就是这个开用盘跳工嘛 543 543 今天543啊 所以刚刚讲 不管园区的消息 有没有 有没有知情人士先买 对啊 营收还不错啊 知道涨价了 对啊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验证啊 大家可以验证 好不好 所以台积电这个很重要 所以 股价有时候 技术现行 会先知道 技术现行再配合基本面 那更漂亮啦 没有错所以这个营收来讲话我认为是还不错的 比12月还是要月增的 对所以1月份有一半去放年价 这个还是 不错的有月增 来到2000亿元 也是1月份 首度台积电的营收啊 突破2000亿元 给大家做参考 下礼拜的股价 或者说今天晚上ADR就有可能有些反应 好有些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说股神又会买啦 是啊 下礼拜 2月4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ADR ADR先换算的话 去年第一世纪 大约啊我们用平均获利来换算的话 大约在373到525之间游走 好但是我给大家最直观的这个均价啊 我们直接用台股的股价 台积电均价 去年第3季均价嘛 台积电 股价486 所以我过去讲的 大约带什么 490 480 好 这个是第1次啊 这个股神说第3季有加盟 台积电嘛 或者说首次进入买台积电 好第4季 大家最关心的第4季到底没有买 第4季的均价 442元 对 所以第4季的均价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可能更逢低买进 他有可能逢低买进 好第3季加第4季 我们平均来看的话 就说这两个 加起来除以2 2022年下半年的台积电均价在464元 对不对今天股价是540几 下半年如果在低于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股神当中的一个 合理买进的一个 一个区间 一个进场成本的话 他是有可能买的 对好然后呢 我更判重的是什么10月 台股10月的低点 以及台积电的低点都落在这个 去年的10月 10月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均价 最低360几块 可是10月是最低点 最低37 平均价格403 对最低37 平均来讲话403 403 所以你说 股神啊 会不会在台积电看到 股价10月落底的时候 会不会去加码台积电 我觉得肯定会 你去看 公布的是第3季 可是10月有更低点 对你去看他第3季 如果486 跌到403 你会不会加码 为什么 我是一般人不敢加码 巴菲特 我跟他 巴菲特 没有啦 他会加码啦 对啊 用本一笔的角度 我打算给他 他都不回 对啊 对啊 是很生气 叫他回 我跟你讲 没有美国时间 跟台湾不同啊 他在睡觉 没关系 我也是很晚睡觉 你有什么问题 来 老师 你刚刚有说 巴菲特可能会买台积电吗 那有没有可能 巴菲特 买台积电 爆的持久度跟 苹果还有可不可的一样 巴菲特持久度 应该还不错啦 对 这个 爆股票的持久度 这个你不用看我 你问你 对 爆苹果 也是爆很久 爆很久 爆台积电有机会比三星一年更久啦 这个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看比亚迪看看嘛 对 你不想问他出掉比亚迪 他可能他把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啊 大中华地区嘛 比亚迪他爆14年啊 你说不要爆 像苹果不知道他爆多久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会爆到他 那个 100岁以后吧 可是你说 比亚迪爆14年 我觉得会爆更久 因为他出掉 出掉比亚迪 大中华地区 总是要一个重要投资 老师我这样想 您觉得呢 我觉得 可能不到太久 但是我觉得是 绝对是个 有这个 一到三年以上 就是不要只是一年啦 对 因为他不是赔钱 他之前从HP那些 那是 那是展望不好 他才卖半年就走掉 可是你看 他现在现买现赚 要是我是他 他个性现买现赚 他不会急着走啊 对 而且他一定是龙筒 对啊 所谓的HP 因为这个相对来讲话 也不是龙筒 他一定是这个 金融代工的龙筒 对 他的做法是 赢要说 输也要说 输是要说手的说 赢要说他的说 所以我认为他反而 我觉得他会加码 下礼拜的头条 大家可以来关注 最近1月也在加码 也有可能 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 独家消息 好不好 江老师我感觉你想要讲一些东西 对巴菲特的看法 怎么样 13F报告 下礼拜又公告 你怎么看 巴菲特或台积电营收 你怎么看 台北股市有史以来 只买进 然后 跟这个报老 永远不会亏的就是台积电 那还有什么好评论的 还有什么好评论的 优先的选择 优先选择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老师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法轮拼做账 对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看下一张 对来看下一张 法轮拼做账刚刚讲的 外支要继续买 投信还在场内 内支还要在加码 我们要跟谁赚 我们来看一下 1月份营收 表现不错的 或者说 近期表现不错的 比如说M31好了 创意相对来讲休息 这边要再度讲 创意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这边不用再 过度追加 所以 我在上礼拜我也分享资源 资源在本周也在创国端新高 所以来留意说比如说M31 资源这一块 再来元泰我也认同 元泰我也认同 要跟投信买 是不是要问一下 怎么分辨跟外支 跟投信买 我认为就是说 股价点火的那个波段 法人到底做对还是做错 所以你要去分辨说 跟内支跟外支 他们法人的绩效到底怎么样 是好的吗 是好的话当然就蠢 然后新来币趋势 也就是说外支 会不会再把钱汇进来 新来币有时候 如果是在涨 有可能就是外支进来 然后直接破外支进来 如果股价也发动 外支也买 你就要跟外支 是要记起来 所以老师独家的表格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 那除了这些以外 你有没有什么 法人拼做这样的股票 好我们挑两档来看 第一档66643 M31 好上礼拜讲智源嘛 智源本周也在创新高 M31也在创历史新高 不过这边的话 是有一些拉回的 所以我认为拉回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去找买点 那未来就是看外支 外支这边还是没有走 对不对 这边连续三天 往上冲的时候 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认为看外支会比较准一点 外支会比较准 这个头信也蛮多的 对头信也有买 但是以力道来讲的话 绝对是外支 外支点火比较厉害 对 外支十股6000多张 6000多张 然后头信就3000多张 看战数就是好 所以M31也很重要 所以老师这些 Machet GBT IP 或是这种 IC设计的股票 他还会涨吗 对会涨 都还会涨 拉回要涨 对那个 聊天机器人我也玩过 我觉得蛮厉害的 下礼拜这个 这个情人节 我就问他说情人节的礼物要准备什么 他说 他问说你先告诉我 你有几个女朋友 没有他没有那么充分 那怎么说 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 老师 你不能这样子 请看下回啊 这样子 他在画线 导播已经在那个 洗衣博士 他教你说怎么送花 还是送水果 可能这样 对对对 送刷送水果 不行啊 不行啊不然送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才要送 对对 我们讲 送花送现任的 送水果送前任的 对对好我们看这什么世界 不是现花现 现果 这什么感情世界 五三四七世界 好世界 我们刚刚讲 谷底回升 今年很重要 不要只是追那个枪势股 谷底回升也能赚一个大波段 比如说资源这一波 涨三成 所以世界 或者说这个 本周的这个友达 其实股价也有突破年限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 世界来讲话 成熟是成 成熟是成来讲话 法说来讲话 比较是不好的 但是 台西电法说也讲了 车用晶片还是没有解决 今年还是不会解决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晶片有没有涨价的空间 刚刚这个江江老师也讲 车用晶片的产生涨价了 有机会涨价 所以现在股价也慢慢回升 这边来讲话 虽然这个 这个年后开用盘的 101元 没有突破 但是这边也慢慢 电高上来 今天电子股市弱势 但是世界涨了3%多 涨到98.7元 拉回这边有机会 而且台积电 余路均章 没有错 江老师我们时间不多 30秒 你想要说什么 Eason的这个 M31 射中我的心 因为他这个 这世界上完全没有库存的IP 然后他的 USB传输界面 已经获得台积电 5nm客户的使用 然后先开成长 先进制程的开源量 竟然成长蛮多的 所以被射中了 好被射中了 你们关系好乱喔 那个 那个 Coco 摄像江老师 江老师摄像的 那个 Eason 因为什么 连结点就是股票 谢你 好不好 我们连结点就是股神 我们的连结点就是股神 巴菲特 桂圈好乱 好不好 乱射一下 所以这个不要乱射 射一射 大家都喜欢彼此 好不好 不要射错 所以我们节目很精彩 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按全部喔 就订阅的时候 按全部 那可以选择按全部 然后留言 然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再写 一三五四解盘影片 二四教学影片 最爱之话 谢光宁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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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舌舌救救我 救救我 你看这么激动不要激动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么救救你 积鼎积鼎积鼎 不必要败什么 因为台股现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来顶啦 所以我合金也要千斤顶啦 千斤顶我 你怎么应该在顶 傻最低好不好 先又改掉这坏梦病 还没有 怎么说不会到了 傻瓜 不是这个连不晒 这个连下来 怎么办 啊 掉了 怎么打不感觉好像盯着我 都不是的 傻瓜真的 能够帮助这样 傻瓜 啊啊啊啊 先给你的傻瓜 其实有很多东西 真的有个 买酒本 买就脏 叫一只先要靠近 啊 排水就打了 你看这什么裤子 完全反而解 就是便知一个性 你 最最高 杀最低 谁又改掉这坏梦病 我还想大连财富 3.3 3.3 小學 小學 這還是多少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別人財富 VVVV